歡迎收看台灣甜物物 今天就是我們最後一段旅程 延續上星期的旅程 我發覺台北真的有很多很特色的甜味 在調通中間 彷彿身在玩具店裡的超浮誇士多啤梨杯 還有位於西門町的網民最愛甜品店 當然台灣還有在地小食斜輪餅 我也要去試試 還有咖啡店裡有創意牛角包 還有真是甜到我心裡的小糖布丁 台灣真是一個太甜蜜蜜的地方 這裡就是台北的中山筆路 你們看到這個五字嗎? 這個五字不是代表它閒粗五 也不是藝術裝置 它是代表五條通 五條通以前代表五條小巷 後面還有六、七、八、九 這裡總共有九條小巷 但今天來到這裡 當然不是帶你們走小巷 是要找好吃的甜品 雖然在台灣廣道條通 大家都比較容易和夜生活想在一起 但其實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特色的店舖 人生在這裡 就好像我要去這間甜品店 就位於曾經是四條通的長安東路 據說九條通就是以長安東路為分界 成為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不過這件事留給大家慢慢探討 我先去找甜品店 總算找到 因為這間甜品店真的很難找 因為它開在住宅區的二樓 還有樓下就有一些情趣用品店 還有檔店 進來就有一個很復古的感覺 還有進來令我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有個小時候去機店裡見到的遊戲機 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會開在這裡 和裝修這麼特別 因為他們要創造兩個男人的圓夢之旅 是不是聽起來好man呢 我是負責做飲料 他負責做甜點 我們是高雄同學 就是很好的朋友 我原本有精靈家早午餐點 然後我有負責做甜點的部分 那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我自己出來開一間甜點的店 可是我因為我不會做咖啡那些 那時候剛好在一間飲料店做店長 所以我就找他跟我一起配合 可是因為這個地段其實蠻神秘的 就旁邊是熱草街 然後旁邊後面都是酒店 然後下面又情趣用品店 因為原本一個是當店 我們那時候其實優越一下 我覺得好像跟我們風格其實差不多 就是一個功課來做甜點 就是這麼突兀、這麼衝突 然後覺得好像應該蠻有趣的 然後就不然就在這裡好了 這間店不單是兩位老闆 第一次開的店 就連房東都是第一次出租的 甚至連側內設計師都是第一次設計的 而充滿這麼多第一次的空間裡面 老闆放了很多自己的心思 就好像來自世界各地的的式玩具 甚至還有同僚回憶的遊戲機 一進去這間店 竟然有種身處機店的錯覺 令我越來越好奇 他們會做出什麼甜品呢? 這個就是芒果百匯 你們看到嗎? 我覺得好像一個夏威夷島一樣 上面很多的芒果 還有中間就會有些無糖的優格 還有很清爽的忌廉 還有裡面用了熱情果的雪泥 這個雪泥是用冰沙打成的 這個多得… 它這個酸味比較濃 甜味真的很少 而且它的優格是用了無糖的 它的水果真的非常豐富 有芒果, 還有這裡還有蘋果 它的雪泥味我以為是冰沙打成的 但隱隱約約真的好像吃到雪泥的感覺 這一個真的很像101 但它就是101的士多啤梨 20個士多啤梨 我還沒計算它下面 還有看到這裡嗎? 咖啡色這一層是燕麥片 就是早餐吃的那些麥片 哪裏吃起來了 試試它的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依然是這麼甜的 還有這個奶油 都是這間店的老闆自己親自製的 這個奶油吃起來真的非常清爽 一點油膩都沒有 本身的忌廉很清爽 我覺得咖啡味的燕麥片 提升了它的口感的味道 而且燕麥片硬硬的 吃起來有點咬口的樣子 除了令人心動不意的奶油之外 這一杯士多啤梨101 還藏著黑糖麻薯在裡面 令口感更加昇華到另外一個層次 老闆, 你們會不會太花心思呢? 吃完士多啤梨之後 聽說招牌甜品要登場了 我現在就要介紹它 這間甜品店的招牌日 自燒香蕉戚風蛋糕 真的比外面的鮮奶油甜度低一點 基本上吃不出甜味 因為它的甜味來源 可能在這個自燒的香蕉上面 因為它滲了一些台灣耳砂糖 在上面再用火槍來燒它 它滲了一些香蕉, 很香 香蕉炒至燒, 真的很好吃 還有你們看到嗎? 那些咖啡色的碎碎 它是用各種堅果來做食的 它還滲了這個椒糖在上面 增加它的甜味 你看到很療癒, 波波球嗎? 這個叫鮮魚小丸子 看起來好像在街邊吃到日式小丸子 它在中間夾著不同的食材 這個有紅豆和牛油 這個一看就知道 就像我們剛剛吃到的乳酪 這個就是士多啤梨加了乳酪 看起來好像港式菠蘿油, 菠蘿包 你們看到嗎?爆炸成一刻嗎? 我入口的時候一大口咬下去 紅豆在旁邊散了 我以為這個牛油會增加熱量 誰知道這個牛油是老闆自己親自做的 而且他們的理念就是輕易 所以他們做的牛油 都沒有外面負擔那麼重 除了菠蘿油一樣的口味之外 還有一個芋頭口味 是用來自台灣大甲的芋頭 香氣濃郁又棉密鬆軟 加上這些乳酪 形成一個超配搭的組合 不可以不說這份新魚小丸子 真的征服了我的心 不過老闆有特別交代 其實他們是沒有菜單的 想吃什麼甜品 到了現場看雪櫃就最準確吧 這裡就是台北的西門町 根據統計 這裡每年超過九成的旅客 都會來搭粥西門町的商園 吃、喝、玩樂、甚至購物 因為西門町的店舖經常推陳出身 所以來多少次都不會怕無聊 我聽說這裡有一間很特別的甜品店 接下來登場的就是最受網民喜愛的 超浮誇甜品店 一進來這間店 就被他們的裝修深深地吸引了 對,白色和紫色交錯的空間裡面 不單有精緻設計過的座位區 就連他們的廁所都充滿時尚的風格 當然,店舖也設有包廂的空間 說到這裡,你是不是差點忘記了 其實我們來是吃甜品的 這個甜品真的很浮誇 看見到嗎?白色的棉花糖 加上這個紫色的醬 其實這個紫色的醬 就是這間店親手製作的烏禮 在品嘗之前就已經給人心動不已的感覺 搭配旁邊這三款醬 其實就是這個餐點有三種食法 它教我可以淋在這個鬆餅上 或者淋在這些好像暈的棉花糖上 在上面 很漂亮 它不跟我們一般吃到的鬆餅 是比較硬的 切下去就變軟濃濃的感覺 櫻花醬加白肉、珍珠 怎會少他們的主角 哇…我要一口吃了它 我剛才第一次進入口裡真的很甜 但它的甜味是來自於棉花糖 很好吃 棉花糖的甜味和芋頭的香味 可以直接融化在我的嘴裡 再加上珍珠QQ的口感 難怪大家都說這個餐點 根本就可以融化少女心 我們剛才吃了以紫色為主的甜品 這個就是以白色為主的 Hello Hello 它就是剛剛的鬆餅的改良品 你們看不看得到好像瀑布流出來 我覺得我真的很有做網美的潛能 網美才會這麼精準地把瀑布灑出來 它上面有一瓶蝦蜜瓜和芝士 你們看不看得到? 滿滿的芝士在上面, 很邪惡 這個芝士比較清爽 吃下去有一點像瀑布的味道 蝦蜜瓜的香味完全突出來了 吃下去奶味也是很重的 我真的被這間甜品店徵服了 不僅滿足我的喉腹之肉 還令我大飽硬幅 除了這兩道梳芝士之外 老闆還特地推薦了他們的 烏泥巴斯克蛋糕 還有份量多到滿了出來的 朱古力冰箱 尤其是這一杯冰箱 據說是他們的經典之作 每個來到的客人都一定要點一杯 真的太有創意和太好吃了